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球瑞 今天来看一套已经购买的投资样板房 它的位置在Princeton 很多人觉得如果Princeton是不是有点远 那其实只要熟悉这个区域的都知道380 从去年开始变化非常非常大 那从这儿开车大概10分钟到12分钟 就可以到McKinney大路口75号和380的交界路口 然后旁边就有Walmart Sam's 然后所有的什么星巴克乱七八糟 当然星巴克沃尔玛这边也有 Princeton也有 就从这个小区往外 出门往左开两个分钟到三分钟 然后Princeton High 然后它的更有影响力的区域是在McKinney 那目前来说 它是个McKinney的相当于这个影响力覆盖的区 它的关系就有点像 比如说大西南区成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是你在贵州呢 很多东西你要去成都做 有点这个感觉吧 McKinney这个大路口就有这这种感觉 那更厉害的就是Frisco和那个总部区就Toway那边 好 那这边为什么买这套房 它的租金能到1500到1650 大概值这个这个价位区间 然后它的房价我买了全新的房只有22万4千9 我就是22万51670尺四个卧室呃 虽然都很便宜啊都很便宜但是它的租金并不差啊 税有点高2.572.58 但整个算下来投资回报 因为它没有维修费用嘛 所有的周易第一年可以达到2.2.72.8 第二年可能超过4到4.5 OK好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 这个区共有三个户型 我们先买了其中一个 那这个户型是两层的 有一个三卧有个四卧的 四卧的缺点我先说 缺点就是你看这边 它这是没有窗的 没有窗的感觉门口会比较暗 然后这一度墙挡着 所以这边的光进不来 但是它这个户型很好用啊 很好用 进来的时候 你看这边进来就这边呢 是呃 客卧一个洗手池 便盆 有closet 抽风灯 然后它的这个台面已经全部改上 进前灯镜子 然后台面已经全部改成这种啊 虽然这个有点便宜啊 这些五斤价有点便宜 但是毕竟是新房嘛 所以新房有新房的好处 啊 鱼缸 墙面 喷头 都蛮好的 空调出风口 然后这个时候入户的衣帽间 啊 OK 好 再过来 地残你全部吸过 前两天我们误解 然后把所有的该检查的部分都检查出来了 OK 这个是 啊 它就没有掉扇了 像因为它整体的价位便宜没有掉扇 然后只有前院有blinds 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些百叶窗都按上 好 这边呢 是啊 这边是这个 对 你看一下百叶窗 谁说 这是灯 耶 好 地面 没关系 我在录像 你看一下百叶窗 你看数一下啊 可以量一下 耶 好 这两个客户 然后第三个客户可以把它作为书房 或者是好 可以作为书房啊 过来是厅嘛 对吧 这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车库咱们待会儿看啊 好 客厅挑高很高很舒服 但他的缺点就在于这种因为他和那个屋顶是一样高呢 缺点都在于他的隔热不是特别好 好像这样的窗子都需要重新装百叶窗啊 我们工程师傅过来帮我们量一下窗子尺寸啊 好 这是第四卧 你可以把它做成卧室 也可以把它做成书房 所以这个这个面积实际上是很好用的啊 但是如果你要想睡觉的话 要么是从里面拉一个帘子 对吧 这是双扇的玻璃门 要么就把这个墙堵了 改成一个普通的门 对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算不算卧室 以前我讲过 只要看有没有closet就可以了 所以说美国人家很少去打那个大衣柜啊 什么的啊 好 这些灯都是最便宜的灯 我估计可能只有十块钱吧 那个如果是是量那个 批量采购啊 然后再过来厨房 厨房是带冰箱的啊 然后炉灶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最便宜的 但是因为它新嘛 这冰箱可能我估计三百来块钱 买在外面买可能得四百五百 他们买我估计三百块就买了 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哎 它这个既然有有烟道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换那个更大吸力更强的微波 那个那个抽烟机 你看 它烟是能够抽出去 这个就厉害了 然后这个这个网 这个这个网上有这个网可以直接拆下来 拆下来用那个洗碗机洗 这是个用油那个滤网 美国人省事啊 然后龙头 这可以拆下来变了这个 水压也都很好 然后现在新的 他把这个改成插USB了啊 而现在对 现在所有的全部都有这个保护 这GFCI 新房才有老房没有 这洗碗机 这些东西寿命其实都没洗 这个炉灶可能时间长 洗碗机天天用嘛 所以它寿命几乎没多久 可能我要能坚持到五年吧 你看这个柜门的湖上了 就是因为便宜 这个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段 然后离380很近 就我们现在就在吃380的红利嘛 这这些都需要白夜窗装上 啊 再凉 我们到院子里去看看 他这有个cover 然后过来呢 这个是 那个插头还是防水的 对吧 然后像邻居的割草 院子很大 对吧 他的fans是这样 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他想了什么解决方案 不是一家出一半吗 他就这边是你家挡 这边是他家挡 哈哈哈哈 房子没有gutter 未来可能需要装gutter 现在装也可以 有收段时间租金在装嘛 是吧 然后 在院子面积很大 然后外面有龙头 而且院子不积水 像过来 我们基于他很多道 这是我们专门挑的 你看水从这过来 这样就流走了 这个这边 你看这边也是斜坡 那边也是斜坡 OK 这是早餐厅的灯 所以他只有这一个餐厅 你要想把刚才那个书房改成餐厅也行 客厅很大很舒服 我今天那个gopro没电了 所以就用这个路 OK 好地毯全部吸过的 已经打扫干净了 主卧双空调出风口 主卧也没有掉衫 单洗手池 这个我我跟他聊过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公司呢 是完全不做升级的 然后这个留在这 这个特别有意思 我以前都不知道 他可以从外面打开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哎 这个没有 如果他带锁 就是 那个 他从里面锁住了 然后外面这个小孔 把它拧进去 这样就可以把里面打开 如果人洗澡晕了呀干嘛的 他有这个功能 现在也有热水了 然后主卧的浴缸会大一点 但是他比较浅 如果再深一点 就不是这架 哈哈哈哈 钱 钱 钱决定了啊 除了上面 这有四个架子 然后厕所没有门 他这个厕所是按一下 是冲一半的 然后 挺好用的 然后按两下是那个 全部冲 不是按一下 说什么四秒以上吧 是全部冲 这是这两两两天才吸过的 这些都是才吸的 主卧的窗子 你可以从这开个门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去车库看一下 洗衣机 烘干机 在这 灯在那 灯在这 洗衣机 烘干机 烘干机 排热气的 抽风扇 然后过来到车库 车库是没有那个什么的 车库是没有电机的 所以车库 车库这儿要装一个电机 这个很重要 然后 sprinkler 在这儿 它还有自动调雨量的 那个显示雨量在那屋檐上装 这个就比以前的先进一些 然后它是电热水器 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 这个整个这套房子是没有煤气的 就全部都用电的 它的炉灶也都是用电的 所以都比较安全 然后你要换filter 是从这儿上去 从这儿上去 那儿有个灰盒子可以换 然后那个 上面灯也在这 灯在这 然后这个是控制那个 呃 外面的那个开关 就是 就是墙 外墙的那个 开关 前后边 所以整个房子是 非常漂亮 值这个钱 二十二万四 真是值这个钱 草地已经种了些小花 这些就以后都会长大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嗯 就是装cutter 安百叶窗 还有装个车库电机 但是cutter可以先不装 按百叶窗和电机会影响出租 所以那个必须要先装上 就这样 所以这个房子整体 真的是很棒 值这个钱 从租金啊 回报啊 维护成本啊 等等各方面都OK 好 就这样 更多信息 可以关注我 翱翔美国的网站 翱翔US.com 或者加我的微信 翱翔US 001 我是邱瑞 我在大拉斯上 再见